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 将自己的国会选票跟专家会议选票投入票箱 为伊朗的大选日揭开序幕 伊朗国内有六千一百万名的合格选民 哈米尼号召全民记得出门投票 并表示这些伊朗人需要履行的宗教义务 由于在2020年的国会选举中 伊朗国内改革派和温和派后选人 遭到政治打压 选举资格被取消 导致当年的投票率下滑到 百分之四十二点五的新低 执政的保守派为了挽回 统治的合法性 这一届选举大力鼓吹民众出门投票 然而根据非官方统计 这次选举的投票率恐怕只有百分之四十一 比上届还低 伊朗的国会议员候选人需要透过监护委员会的审查 而在四万九千名的参选者中 只有一万五千两百人获得监委会的批准 因此改革派和温和派领袖 纷纷呼吁选民抵制这次选举 除了伊朗因受制裁和通膨影响备受的经济压力之外 这次也是库德族女子艾米尼 因为头巾没有戴好遭到执法过当死亡后的首次选举 这次的第一投票率恐怕反映了伊朗民众 对高压统治的保守现任政府越来越不满意 华语新闻发言之后报道